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9月9日星期五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昨天英国女王去世了 那么她去世的准确时间呢,是当地时间下午16点30分 那么这个时间呢,在中国,北京时间差不多就要进入9月9日了 那么9月9日这个日期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期 那么女王去世呢,美国总统拜登说,说女王呢定义了一个时代 在她之后呢,西方再也难以成就这样的精神图腾了 可是呢,我要说,女王呢,她充其量是见证了世界的风云变幻 而给这个世界带来这个风云变幻的,却是另外一个东方的伟人 他就是中国人民所热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昨天的时候呢,有一个网友他问我 他说,我们中国人,还有多少人会唱这首歌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那么我想说,可以庆幸的是呢,在中国有很多人仍然会唱这首歌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女王所见证的风云变幻 以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带领中国人民对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改变 那么今天的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有印度的记者呢,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印度的记者说呢,中印国防部发布了联合新闻稿 表示已经在迦南达坂地区开启脱离接触的进程 朝着解决东拉达克地区对质迈出新的一步 你可否介绍一下更多的细节 这对时空线其余地区脱离接触意味着什么 那么毛宁的回复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说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女王去世 我看到很多人呢,都觉得好像难以接受 因为呢,两天前,她还亲自出面 接见了英国新任的首相 虽然说呢,她主着一个拐杖 但是看起来呢,她也没有完全依赖那个拐杖 怎么就突然去世了呢 她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我看到YouTube里面啊 有一个视频,说女王去世的真正死因 那里面说英国王室公布,说女王摔了一跤 但是呢,我仔细找了一下,并没有找到女王摔跤的这个消息 但是呢,在危机百科里面 有人呢,专门开辟了一个话题 就是伊丽莎白二世之死 那么这个专题里面呢 对女王之死,列出来了一些详细的 以这个时间线为轴 详细的介绍了女王的这个健康状况的时间线 那女王之前呢,其实她的健康状况还不错 那么我们就知道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 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呢,就去世了 那么根据这个时间线呀,在她的丈夫去世之后 她的健康状况就开始恶化 明显的和之前就不一样 那么她的丈夫四月份去世 在2021年10月的时候 她就开始在公共活动当中使用拐杖了 那么10月20号的时候呢,她还在医院过夜 并且因为健康的原因 取消了出访北阿尔兰 取消了参加苏克兰COP26的峰会 还取消了2021年国家感恩礼拜 这些重大的活动呢,都取消了 以前呢,是没有过的 那么在2022年2月的时候 女王还感染了COVID-19 就是新冠肺炎 当时呢,官方所公布的 说她的症状是轻微和类似于感冒 但是之后呢,女王自己描述说 她确实是让我非常疲惫和精疲力竭 别忘了,她是一个96岁的老人啊 如果呢,像新冠肺炎这样的一个呢 对老年人的健康损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 而且呢,她已经感觉到了非常疲倦和精疲力竭 并不是之前所说的轻微的症状 那么之后3月1日 她就恢复了公务 但是在那之后 有很多的活动 她陆陆续续的都取消 包括一些比较重大的活动 那么昨天的时候呢 医生就突然宣布说 女王的健康状况堪忧 建议提供医疗监护 但是并没有提说她突然摔倒 所以说摔倒一说好像是子居无有 但是呢,我认为 作为一个96岁的老人 她的去世啊 其实要说突然 她也不突然 96了 那要说她的原因呢 我认为主要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一年前她丈夫的去世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呢 就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我们经常会看到那样的老年夫妻 他们相扶相掺 一辈子过来之后呢 如果一单一方去世 对于另一方的打击非常大 另一方很快也去世 我想女王也不例外 她丈夫去年的去世 对她的打击非常大 那另外呢 就是作为一个96岁的老人 哪里受得了 像这个新冠病毒的这种折腾啊 让她非常的疲倦和精疲力竭啊 这个病毒对她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 这就是女王的这个死因 那么今天大家可能看到了哈 有一个词呢 叫伦敦桥垮了 那么还有呢 伦敦桥计划 或者伦敦桥行动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大家知道哈 像中国古代帝王时代 甭管这皇帝是多大即位 那即位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干一件事情 就是凶木 即位之后就开始准备好 她的意外死亡 那英国的女王呢 她已经都96岁了呀 你想想 随着她年龄的变老 随着她身体状况的变差 尤其是在她丈夫去世以后 和得了新冠以后 你想想 她英国能不为后世做准备吗 那么这个伦敦桥计划 就是这样的一个准备计划 这个计划呢 是非常具体的 就是呢 在女王驾崩的 当时她一驾崩 应该怎么做 她驾崩的当天叫D-Day 驾崩的第二天 像今天就叫D-Day加1 然后第三天呢 D-Day加2 意思类推 那么这个计划呢 是非常的详细和具体的 比如说 在当天D-Day 女王驾崩以后 女王的私人秘书 首先以电话通知首相及成员 包括高阶的官员的树密院 这用一个暗语 他不说女王死了 他说伦敦桥垮了 这就是一个暗语 如果你输到伦敦桥垮了 就是女王去世了 那么在女王去世 除了通知这些人以外呢 他有一系列的这个动作 一直到为女王举办葬礼 那这个葬礼什么时候举办呢 说葬礼预计在女王驾崩以后10天 也就是D-Day加10的时候举行 那么在这期间呢 还会安排让公众来瞻仰怡荣的 这么一个环节 那具体的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啊 那么女王去世之后啊 我们就看到我们华人圈里面 也在津津乐道的讨论这件事情 很多人就表达了说呢 女王多么的受人尊敬啊 在全世界受到全世界的拥护和爱戴啊 女王这一生是无可挑剔的呀 她的伟大的这个外交的手段呀 是非常有效的呀 那么她去世以后呢 说全世界都给她发去了宴殿表示哀悼啊 说很多国家就下半旗呀 等等等等的这些 那么女王的去世对全世界有什么影响呢 昨天呢 有一个炒股的专家跟我说 他说我告诉你啊 这女王对全世界一点影响都没有 他说他查了一下英国的这个股市 没有任何的波动 说女王的去世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就好像一阵风吹过一样 甚至还不如一阵风呢 一阵风吹过可能还会掉两个树叶 说女王的去世呢 没有看见有任何的掉树叶的迹象 但是女王的去世 它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影响还是挺重大的 那么我今天呢 就看到了一篇这个评论性的文章 这篇文章呢 就评论了关于英国最大的一个殖民地 就是印度 对印度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英国其他的那些殖民地 现在他殖民地已经没有了啊 他曾经殖民过的那些国家 现在呢 叫英联邦国家 这样的国家呢 现在还有54个 其中就包括加拿大 我也看到加拿大的媒体呢 在讨论 女王去世以后 对加拿大有什么影响 加拿大呢 在很多方面呢 都有女王的这个影子 以前的时候还记得吗 我第一次就出来说呀 如果说天安门的六四事件 是发生在加拿大的话 那么按照加拿大的法律 在那样的情况下 死的人是白死 伤的人是白伤 加拿大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就是呢 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 第二种人呢 是法庭人员 第三种人呢 就是警察 如果他们发现 正在发生暴乱的话 他就可以宣布 现在发生了暴乱 那么他宣布之后 警察就必须执行 平暴的这个使用 而在这个平暴的过程当中 如果造成伤亡的话 警察是不负任何责任的 换句话说 就是死了白死伤了白伤 那么其中宣布进入暴乱的那段话里面 就有女王 说我以女王的名义宣布 现在进入暴乱 请所有的人立即平静的离开 请注意这里面就有 以女王的名义 那么加拿大的这个法律 这一条就要修改了 肯定把以女王的名义要换掉 应该以国王的名义 那么加拿大还有很多的文件里面都提到女王 比如说呢 我刚刚啊 我就把加拿大的这个护照拿出来了 那么护照的第一页里头 他就提到了 加拿大外交部 以女王的名义请求 这里面 以女王的名义 这护照呢 就得改了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要求说 把这个护照都交回去 然后再换一份 严格来说应该是这样的 起码就是说 如果有人在入籍的时候 宣誓的时候 他那个誓词肯定得改了 据说呢 英联邦国家的那些个货币啊 那些硬币啊 纸币啊 上面女王的头像呢 也得拿下来也换掉 这个我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人死了就得换掉呢 我们中国的那人民币上面 都有毛主席的那个头像 那一百元呢 就是我们通俗的叫的四个老头 那我们就是为了纪念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这种国家呢 为什么说货币上面的头像要换掉 不是很清楚 反正呢 会带来很多的不同 那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我昨天的视频里面 我曾经说哈 我就是一直对这个女王有一个看法 我就觉得女王又没有实权 你只是一个象征而已 你何不给他让出来 让你的子孙也早早的来享受一下 做国王的那种体验呢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呢 这个女王啊 她爸这个王位不让出来 是因为她有后果 有什么后果呢 就这英联邦的54个国家 他们都憋着去殖民化耶 比如说印度 我刚才说了哈 我看了有一个报道 专门就讨论印度的 他这个题目呢 就是英女王去世以后 莫迪高举去殖民化大旗 印度要跟英国划清界限 那这文章说呢 当地时间9月8日下午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苏格兰逝世 享年96岁 用英国首相特拉斯的话说 伊丽莎白就是现代英国的基石 美国总统拜登则认为 他定义了一个时代 在他之后 西方再也难以成就这样的精神涂疼了 那舆论普遍的认为呢 丑闻缠身形象不佳的查尔斯 很难作为违纪 英联邦乃至英国的扭蛋 维持住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 大英帝国的最后尊严 那些曾经集结在女王 令旗之下的国家 会一个接一个的将英国抛弃 最先有动作的其实 是曾经被誉为是 王冠上的明珠的印度 印度啊随着他国力的增强 那么印度的强人莫迪 他近日呢就有很多的动作 那么近日印度总理莫迪决定 将新德里市内连接总统府和印度门的国王大道 重新命名为勇气大道 这是印度政府摒弃殖民主义思维 将殖民统治标志重新 印度化的最新的举措 在这个之前 印度政府已经是推行了 不少的去英国化 去殖民化的措施 我们看到好多印度人 现在越来越在国际舞台上活跃 比如说英国首相这一次的 其中的一个候选人 这个竞选者就是一个印度人 那么英国的新的首相呢 他因他任命的内政部长 也是一个印度人 还有呢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以及在美国的一些大的公司里面呢 执掌大权的有好多印度人 为什么有这么多印度人呢 是因为呢 如果他们是在印度出生的话呢 那么他从小接受教育 所使用的语言呢 就是英语啊 更别提 他们在被英国殖民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已经移民到了英国 或者其他的英联邦国家 而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都是英语 所以呢 他们的英语是顶呱呱的 而且呢 他们从小所受的这个教育呢 也是西方的教育 有的人呢 可能会了解西方的文化和历史 比了解印度的文化和历史呢 还要更多一些 所以呢 他比中国人啊 就有这么一个优势 但是呢 这个优势 我们中国人 有些人很羡慕 但是呢 印度人并不把这个优势呢 感觉很自豪 因为这直接就提醒他们 曾经长期的被英国人所奴役 我以前看过好多印度的那个电影啊 他们以前被英国人奴役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没有尊严啊 被殖民者踩在脚下 印度人争取独立的这个路程走来 实在是不容易啊 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呢 带领印度走向独立 争取独立的那个甘地 那甘地所主张的呢 就是非暴力的一个抗议 那么他们是非暴力 可是英国的那个军方啊 或者警察呀 他们可不放弃暴力 他们可不是非暴力 我看到印度的电影里面啊 印度人呢 就非暴力啊 但是呢 英国殖民者 鞭子啊 枪啊 所有的武器 打在他们身上 随便打 因为他又不抵抗 受尽了屈辱啊 你想这些屈辱 印度人能够忘记吗 他们是不会忘记的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电影 就是要记住他们的屈辱 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54个英联邦国家 在卢旺达召开了一个峰会 在这个峰会上 他们讨论了一个议题 就是关于向英国索赔的问题 为什么向英国索赔呢 就是在英国殖民统治 他们的时候 尤其是在初期的时候 英国从非洲 运了好多的这个黑人啊 到美洲和其他的地方 包括印度 我就看印度的那电影里面啊 他们这个印度 受这个殖民者的统治 虐待啊 暴力啊 不仅仅在印度本土啊 还包括英国本地 以及英国其他的殖民地啊 就是印度人你走到哪儿 在殖民地里面 都是被他们这个虐待和暴力和残酷压迫的 好 相当的英国呢 就把一些黑人给他们从非洲运到其他的地方 可能也包括南亚地区 让他们干什么呢 让他们摘棉花呀 让他们去取那个橡胶啊 反正就是奴隶了 黑人奴隶了 给英国带来了高额的利润 但是这些奴隶呢 只能干活 可能会给他点吃的 维持他的生命 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利益给他们啊 不中工资的啊 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 现在这54个国家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在卢旺达就开了这个会 是要求英国 对这个奴隶的这段时间的这种行为呢 给他们的后人进行赔偿 我相信在这个峰会上各个国家都对这种奴隶制的这种行为呢 进行了踏伐 当时这个查尔斯王子还去参加了这个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 查尔斯王子他自己还表示说 这种奴隶的统治是很血腥的 但是呢 之后英国以及英国王室 对于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的表示 没有任何的进展 没有任何的讨论 就是没有任何的迹象 这54个国家是非常不满的 所以我看台湾的一些名嘴呢 说起来好像这个女王啊 是光芒四射似的 而全世界对她呢 是非常的拥戴的 他们走到哪里 王室走到她那些殖民地的英联邦的那些国家呢 人们都对她是抱以掌声和鲜花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人家这些国家都没有忘记被奴役的那段 只有我们香港啊台湾呢 这些败类 任贼作夫 香港的那些败类 把英国当成他们的亲爹 台湾的这些败类 竟然把日本当成他们的亲爹 加拿大的议会呢 也在讨论 如果说女王让位于X24的话 那么加拿大就退出英联邦 澳大利亚也是一样的 说在不久前呀 在庆祝英国女王登基70周年的活动上 澳大利亚的总督叫赫尔利 就直白的表示说 如果女王去世 澳大利亚将变成共和国 其实呢 已经有一些以前的英联邦国家 已经脱离了英联邦了 比如说巴巴多斯这样的小国 已经先行一步脱离了英联邦了 而且对英国的殖民主义呢 行为大肆的生态 就是要求赔偿 英国也确实应该对人家进行赔偿 但是英国有能力赔偿吗 印度已经很自豪的宣布 他们在GDP总值上 已经超过了英国 成为了世界第五 现在他们的口号和目标就是 超过德国追赶日本 印度的信念就是 印度成为全世界第三 只是时间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回个头来看一下 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 毛宁是如何来回应印度的 毛宁说根据中印第16轮军长级会谈达成的共识 双方一线部队9月8日在嘉南达坂地区开始脱离接触 这是一个时期以来两国外交军事各层级多轮会谈取得的成果 有利于促进中印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中印之间关于边境这个问题呢 两个国家经过长期的这种谈判 现在呢 解决方案就是这个争议地区 大家都从那撤离 不要接触 因为你要一接触 近距离接触就会打起来 所以呢 要撤离 是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和印度呢 避免出现摩擦 我们要改善两个国家的关系 两个国家现在在世界上是有使命的 印度已经给自己的使命就是超过德国追赶日本 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就是印度的外长苏杰生他说 说中国呢 应该拿出来这个政治智慧 不要和印度对立 要和印度合作 只有双边合作 只有中国和印度合作合起来 才能够打造这个亚洲世纪 现在呢 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推动下呀 美国同时把俄罗斯 把中国 视为他们的这个头号敌人 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这么一个逻辑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空前的好 两个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密 印度虽然说长期以来和中国是不目的 但是呢 他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啊 俄罗斯现在和西方的关系呢 是非常的对立的 那在这个时候 印度帮谁 我们刚才又说了 印度忘不了 他曾经被殖民的那种耻辱 印度呢 再进行这种去殖民化 去英国化 以前连接他们总统府和印度门的 那个大道叫国王大道 现在不叫国王大道 要叫勇气大道 就是要尽量去除那些英国的符号 不要老是提醒印度人 自己这个屈辱的历史 所以呢 这个世界在发生着变化 世界的格局在发生着变化 女王去世了 英联邦有可能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的就离开了英联邦 英联邦将很快不复存在 英国将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光杆的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呢 他的实力已经是远不如从前 都被他的一个殖民地的国家 印度超过 印度呢 都要回头才能看到他 英联邦要瓦解了 英国要陌落了 而东方崛起两个大国 一个就是中国 一个就是紧跟其后的印度 这两个国家 要合力打造亚洲世纪 我们可以想象出来 当印度超过德国之后呢 中国 likely已经超过了美国 那么前四名都有谁 中国第一 美国第二 日本第三 印度第四 这四个国家 四个国家里面有三个亚洲的 日本这个国家呢 他就认这个强悍 他不认友善 当美国没落之后 我们可以想象出来 日本 他就会改变 对中国和印度的态度 不过日本 本来他和印度的关系 还是不错的 他们两家的关系是好的 如果日本到时候 不再和中国对立的话 如果日本到那会儿 还强的话 日本到时候也不见得强 日本到时候 没准被韩国取代 也没准被印尼取代 都没准 到那时候是真正的亚洲世纪 亚洲世纪是一定会到来的 并不是会不会到来 而是什么时候到来 而西方这些愚蠢的政客 会加速这个步伐 好 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 英国的女王 他只是见证了 这个时代的变迁 他在这里面 没有起什么作用 他只是见证了 而中国的这个 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向中国人所歌颂的 太阳最红 毛主席最亲 毛主席 就是我们中国人心中的 那颗太阳 他照到哪里 哪里就亮 好 在今天的一个日子里 让我们缅怀 我们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 祝愿毛主席 亲手缔造到中国共产党 能够领导中国人民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到强起来 走一个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国和印度不一样 印度永远都走不了 共同富裕的道路 但是中国走的是一个 共同富裕的道路 只有共同富裕 每一个人才是这强大洪流的一分子 这个视频呢 有这么三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关于俄乌前线的情况 现在乌克兰好像真的是 这个反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会儿我跟大家说详细的情况 第二方面呢 就是关于台海局势 今天呢 中国方面传出来了消息 就是中国全国各地 在进行这个防空警报的演习 这说明了什么呀 那么第三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啊 这两天韩国呢 对美国老是进行这种 媒体上的这种攻击 我觉得好像韩国是有什么用意 好 现在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来说 首先呢 前两天啊 昨天没有啊 前天的时候跟大家说了 就是呢 乌克兰方面说 他们的大反攻已经结束了 他们已经对他们的 有一些人员呢 进行了那种总结性的表彰 而且还发布说呢 他们取得了成绩 收回了四个村庄 其中呢 有两个村庄在赫尔松 有一个村庄呢 是在利西昌斯克附近 而另外一个村庄呢 是在哈尔科夫 那么这个公布呢 和之前美国的媒体 所公布的那个是一样的 并没有公布其他的成就 但是呢 今天就不一样了 那么今天据报道说呢 说这个 说乌克兰方面公布说呀 泽连斯基亲自出面说的 说他们发动这个大反攻三天以来 一会儿他说从9月6号开始 一会儿他就说呢 从9月1号以来 说他们已经是收复了 上千平方公里的领土 而且呢 说收回来了数十个居民点 和之前所说的四个 和绝对不一样了 而且呢 他这个数十个居民点呢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哈尔科夫 同时他们还说呢 在哈尔科夫呢 又收回了一座城市 另外他们还在逼近哈尔科夫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是一九亩北边的一个城市 叫库皮扬斯克城市 同时他们还在往库皮扬斯克 南边的一九亩这个城市呢 进行这个推进 说很快也有可能把它拿下来 尤其那个库皮扬斯克 说如果拿下来的话呢 就切断了俄罗斯的补给线 这个库皮扬斯克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么库皮扬斯克这个城市呢 他说是有好几条的铁路线和公路线 是直接连着俄罗斯的一个边境大洲 这个洲呢 叫比尔格洛德州 那之前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乌克兰曾经就有他们的士兵 就扛着那个戒碑 说是呢 把戒碑已经竖到了这个边境 还记得吗 当初就是那个地方 现在他们再一次说呢 他们很快就要拿下来那个城市了 那如果把那个城市拿下来的话呢 那俄罗斯真的是 那是他的补给线呀 那么乌克兰方面呢 现在是非常的这个高兴啊 当然是非常高兴了 兴高采烈呀 他们攻进了那个叫巴拉克利亚的那个城市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他那视频里面 他们那个士兵哈 就扛着他们那个国旗 畅通无阻的 就上了他城市的应该是市政府的大楼 到了大楼那上面呢 就把他们的旗就插在上面 没有任何的抵抗 还有他们那个坦克车呢 到了城市里面在街道上呢 也没有任何的抵抗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说俄罗斯现在又把哈尔科夫又放弃了吗 最好呢之前乌克兰说呢 他们收回了基辅一样 那么乌克兰方面呢 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呢 他们把在哈尔科夫这个地方的这个反攻呢 叫做闪电战 美国的智库分析说呀 这次乌克兰这个行动呢 它是一个声东击西的 他事先呢就做了大量的宣传 说他会在赫尔松发起大反攻 那么俄罗斯呢就上当了 他们就把他们的军队就从顿巴斯调到了南边 调到赫尔松 那么就在北边 那么在哈尔科夫这边呢 他们的军力呢就空虚了 所以乌克兰方面乘袭而入 发起来了这种闪电战 就迅速的给他收复回来了 这是真的吗 俄罗斯会这么愚蠢吗 但是呢事实上 他们确实是收复了这些地方啊 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乌克兰那边在赫尔松那边呢 好像使用的只是一些雇佣军 而他们的主力部队呢 就是在哈尔科夫这边进行大反攻 看起来好像这个战果呢 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俄罗斯方面呢 如果是这么打的话呢 却不合逻辑 我感觉俄罗斯是怎么回事啊 俄罗斯是有意的吗 还是怎么样 如果有意的话 你把你的补给线这样让给他的话 那你补给怎么办呢 那么根据俄罗斯那边的报道呢 说是这个乌克兰呀 在赫尔松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进展 乌克兰这边所使用的那个雇佣军呢 也透露说 说在赫尔松呢 是非常难的 就和哈尔科夫那边呢 完全不一样 哈尔科夫那边好像是一泄千里似的 而赫尔松这边的雇佣军呢 就说是一点一点的 非常非常缓慢的 那么我感觉呢 好像啊 俄罗斯方面和这个乌克兰方面啊 他们都是有用意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感觉好像我没有资格来猜 因为我也不懂军事 但是呢 我就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我只能来乱猜一下啊 因为我看到呢 这个乌克兰在哈尔科夫那边 他们在使用这个重武器啊 来自于美国的海马斯 来自于波兰的什么T-72坦克啊 还有来自于德国的那个自走炮什么的 这些重武器 疯狂的使用这些重武器 那么根据俄罗斯的那个记者报道呢 他就说 说你看呢 这个乌军呢 他们使用这个就攻击这个民用目标 你看那些大楼全都炸毁了 这都是军民用目标 老百姓呢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呢 初步判断就是呢 乌克兰方面 就是大量的使用 美国以及欧洲给的这些个武器 然后呢 向美国以及欧洲呢 汇报这个战果 你看我打的不错吧 你继续给我这些武器 那么这是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意图 那么俄罗斯呢 我感觉 他就是给他一个 就好像是空城剂似的 我就给你一个空城 你去打吧 我就耗损你这些个弹药 让你把这些弹药呢 让你打完 那么作为美国呢 我认为他有一个更大的用意 就是在这段时间呀 欧洲已经是第一战争疲劳 第二呢 他们遭受了严重的后果 从他的官方到他的民间 这场战争呢 他们不想要了 他们也不想来支持乌克兰了 那么他们的老百姓上个周末的时候呢 他还还在多个国家都发生了这个抗议游行 他们的口号呢 就是停止支持乌克兰 还要求他们的国家呢 亲美的政府下台 还有呢 就是脱欧 还有退出北约 那么他们的这些口号 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这些发生的话呢 不得了 那么是不是美国就想让这个乌克兰 现在呢 发动这么一个大反攻 拿到这样的一个战果 来给这个欧洲 来下一剂猛药 对他们进行一个刺激 重新来提振他们的这个士气 让他们不要放弃对乌克兰的这个信心呢 我觉得他们三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啊 作为俄罗斯来说呢 他也希望这个战争能够进行下去 这个战争呢 从客观上他不可能 一时半会儿 他是不可能结束的 那如果不可能结束的话 俄罗斯也想让这个战争起到一些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呢 就是和美国一样 美国希望用这个战争托垮俄罗斯 俄罗斯也希望用这个战争来托垮美国以及欧洲 所以呢 俄罗斯就控制这个战争的节奏 那如果这个战争一直会打下去的话呢 今天你占领 明天我夺回 后天你夺回 大后天我再夺回 这种拉锯战呢 就是不可避免 肯定得老有 所以俄罗斯现在呢 可能就不在乎这个一成一尺的得失 一时的得失 没所谓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不然那话实在是解释不通 我们同时呢 也看到啊 就是乌克兰他现在所夺回来的 就是哈尔科夫的一些土地 那么这个哈尔科夫他本来也不是俄罗斯原计划里面的目标啊 他的计划是顿涅刺克这两个共和国呀 然后这个赫尔松呢 扎波罗勒 为什么说对于他们来说重要 是因为呢第一他是给这个克里米亚呀 还有顿巴斯啊 供电的这么一个这个区域 另外呢 他也是顿巴斯到克里米亚的一些通道 所以说呢 赫尔松 扎波罗热 可能比哈尔科夫还更重要一些 那么他那个不极限的中枢城市 他不要了 可能对他的影响并不大 因为你只要是顿巴斯地区拿下了以后呢 那卢干斯克呢 就是和俄罗斯交界的呀 整个的边境线呢 就是卢干斯克和俄罗斯交界的 那从任何一个点进来不都可以吗 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这个地方 他只要是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那他从那个克什大桥那个地方 经过克里米亚进来 不是也是一样吗 所以乌克兰所说的呢 他夺取了那个后勤补给的枢纽城市 其实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重要 他们说那么重要呢 就是向这个美国西方 他这个武器供应者呢 来说服他们的 好 这是俄乌局势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台海局势 自从这个老巫婆到台湾来访问之后 现在就有了一个新常态 新常态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大陆呢 突破海峡中线 虽然说这个海峡中线呢 中国大陆从来都不承认的 但是呢 这个飞机的突破呀 舰艇的突破呀 毕竟以前是没有 不承认是不承认 但是没有一个事实上的不承认 现在呢就每一天来来往往的 就是突破这个海峡中线 海峡中线现在是事实上完全不存在了 那么之前最先的时候呢 是那个飞机在上面跨过中线 飞过去飞过来 后来呢是水里面的舰艇呢 就是开过去开过来 那么今天呢 又有这个无人机呀 从上面飞过去飞过来 大家不要以为说 哎无人机有什么了不起的 之前有人的那个战机都飞过去飞过来 现在无人机飞过去飞过来 有什么了不起的 啊不一样的 这个无人机呢 它是可以在空中持续飞行的 它可以在空中飞行几十个小时的 而且呢 它是查打一体机 可以是侦查 也可以是打击 侦查就很重要了 它随时向这个控制中心来发回去信息的 那么以前呢 没有跨过中线 现在呢 跨过中线 这就是常探 美国前两天呢 还说 他们会穿越台湾海峡 可是你这个穿越台湾海峡 有什么用呢 一开始的时候 台湾方面就觉得说 就觉得说呢 那个老巫婆来访问台湾 那中国大陆呢 怒气冲天 进行这个围岛的演习 然后呢 突破中线 美国呢 看大陆在气头上呢 就不理中国大陆 那过后 美国再出来 以这种秀肌肉的方式呢 再把大陆下回去 然后再恢复之前的状态 但是恢复了之前的状态吗 没有 没有 老妖婆来之后呢 中国所建立的 这种新的常态呢 一直都是在维持的 那么台湾呢 在这时间以来 像走马灯似的 不停的有外国的那议员呢 来访问 那么美国安排这个议员来呀 这是一回事 但是台湾如果说 不许他们来的话呢 他也照样来不了 对吧 这就是他双方配合的一件事情 用大陆的话说呢 就是蔡英文 以美谋独 你老搞这些东西 有什么用啊 你只能是加重台海的 这种紧张气氛 对台湾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因为台海的这种紧张局势 是台湾的风险指数大增 我昨天跟大家说了 那个商务环境风险指数 评估的那个机构 他们现在做出了最新的这个排名 台湾的风险指数大增 台湾的排名往后退了三名 就说呢 他比其他的那三个国家更危险 这段时间以来呢 台湾已经失去了五千万亿的外资啊 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嘛 所以他靠的是海洋运输 那么他的海洋运输呢 是需要入保险的 需要买保险 那么现在保险公司 卖给台湾的这个保险呢 大幅的涨价 因为他的危险系数大了嘛 所以在海运这方面 台湾的成本就大增 外界就认为台湾是非常危险的 就和这个战前的乌克兰是一样的 那特别搞笑的是呢 这两天台湾在做一个实弹的军演 以前的时候 你台湾做一个军演 没有人在乎的 没有人关注你台湾军演 怎么样的 但是呢 这次台湾的军演 来了好多的外国记者 而且这些外国记者呢 就穿着防弹衣 在那儿报道 就俨然是一个战争的报道 那么台湾呢 就说了 我们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有任何的紧张 你这些外国人 老是说我们紧张 老是说我们紧张干嘛 那么我今天呢 就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个举动 就是中国大陆呢 多个城市都发出来了通知 近期要进行防空警报的演练 今天是9月9日 最早的一个城市呢 9月13日 好像是宁夏 那北京呢 是9月17日 山西大同是9月18日 广州也是9月17日 还有其他一些城市 你要是愿意的话 你可以去查一查 那些城市都是哪一天 全都有计划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认为台海如果打起来的话呢 会波及到中国大陆 但是呢 中国大陆这样做 第一呢 就让老百姓眼泪眼炼呀 有备无患 另外呢 我就觉得 他是要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吧 就是告诉你们呢 中国大陆动用武力 不是不可能 不是像台湾现在认为的 说绝对不可能 我们明天可以看看 台湾对大陆的这种防空演习 是一个怎样的看法 他们看到这个以后 难道还不害怕 那么俄罗斯在前一阵子 就是前几天进行了这个东方2022的这个演习 受世人瞩目的是印度也派了75个士兵来参加 那么那个演习呢 当时我就说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 我感觉怎么好像是俄罗斯帮着中国练兵日的 那么最近这两天呢 俄罗斯方面呀 他们就透露出来的意思呢 也有点个意思 就是帮助中国 好 这是这个台海局势 第三呢 我们再说一下 就是韩国最近老是跟美国叫板 我觉得按说呢 美国所出台的 也说呢 对他本国汽车的那个补贴的那事啊 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似的 加拿大曾经第一时间表示反对抗议 加拿大表示反对和抗议 是因为加拿大墨西哥 还有美国签订了一个北美贸易协议 这个北美贸易协议呢 就是说墨西哥 加拿大和美国呢 在汽车制造业互相之间是有分工的 那么美国现在就提出来说呢 这些汽车 在美国生产的这些汽车 他有补贴 那你要是说在美国生产的汽车 你有补贴的话 加拿大分工的那些怎么办呀 那些零部件全都是我生产的 我生产的零部件没有补贴 到了你美国以后呢 你下线的汽车你进行补贴 那你生产的零部件到我这 我也不给你加关税 那我帮你把零部件在这组装起来以后呢 下了线以后 你也不给补贴 这是非常的不公平啊 加拿大早就抗议了 但是也没有用 我觉得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个抗议是有道理的 可是呢 韩国说你给你那生产的补贴 给我这生产的补贴 韩国的印随时说呢 我还在帮你芯片方面 你还想让我帮你 然后你在这个方面你就不帮我 你还排斥我 我感觉好像韩国 你绝对不觉得好像是找茬似的 最近他又说了 他又说呢 美国又给他捅刀子 为什么说美国给他捅刀子呢 是因为说 说是台湾的半导体 说本来要到韩国去投资建厂 结果呢 最近 结果呢 最近美国的商务部长呢 就和台湾方面通话 通话呢 就是说呢 你不要去韩国投资 你到美国来投资 那台湾方面就是说呢 我的韩国投资 我的成本只有三分之一 美国就是说呢 我可以给你补贴 愣生生的就把这笔投资呢 就抢到了美国 说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呢 已经决定了到美国去建厂 这事我觉得韩国好像也是找茬似的 之前就听说呀 美国想让台湾的这个半导体 到美国去建厂 好像都躺了很长时间了 从来没有听说 台湾说还有一个韩国方案 从来没有听说 我觉得这是不是韩国对美国找茬啊 为什么韩国会对美国找茬呢 因为韩国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 那么尹锡悦在竞选的期间 他就想呢 弃中亲美 或者亲美抗中 想放弃中国的市场 那到哪去弥补呢 说是到欧洲弥补 欧洲现在的那个熊样 还能够给韩国提供额外的市场 那么韩国现在就觉得说 如果放弃中国的话呢 好像在欧洲不能得到弥补 所以中国人市场不能放弃 但是呢 美国现在要求韩国 来加入他的这个抗中行列 那他呢又不能放弃这边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他现在可能就得找找茬 说我要是现在又回到中国的怀抱的话 你可别怨我 都是你美国把我给打出去的 不停的跟我们捅刀子 现在韩国还提出来说呢 说美国这么做呢 前两天他说是歧视 现在又提出来呢 美国实际上在搞排韩 那韩国他凭什么 敢这么硬碰样的叫板呢 那么我今天呢 就看了一个报道啊 这个报道呢 是韩国的一个市场研究公司 发布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是对这个电动车电池产业的 一个市场调查报告 这个报告呢 就是说截止到7月份 在目前这个市场上呢 提供这个电池的前四名呢 有这么几家 第一家呢 就是比亚迪 他提供6.4G瓦时 还有一个宁德时代 他提供13.3G瓦时 LG提供4.4G瓦时 松下提供2.9G瓦时 那么我们从前四名呢 我们可能能够看出来 有两个都是中国的公司 就是比亚迪和宁德 而且呢 他们两个是最多的 最多的宁德13.3 而比亚迪呢 是6.4G 第三名LG是韩国的 它是4.4 这4.4比第二名 比亚迪少了2.0 那么松下也就是日本的呢 它的市场占比呢 是2.9G瓦时 也就是说呢 第三名和第四名加起来 比第二名呢 稍多一点点 就是差不多 那么下一个月 比亚迪再努努力呢 可能就会超出他们俩之和 这是前四名了 然后他又说 在这个电池行业 前20名 其中有15个 都是中国的企业 然后说这个电池 全球当中的这些电池啊 有76% 都是在中国组张的 而产能方面呢 有55%是来自于中国 43%是来自于日本和韩国 那只有2%是来自于欧美的 美国说他要把中国 从产业链里面排除出去 美国怎么排除啊 美国现在还搞这个气候变化 绿色能源 推动这个电动车 那你要是电动车的电池 只有2%是你欧美生产的 你还得靠中国 你怎么排除中国啊 我真不知道他美国想什么 这两天还有一个大消息出来 就美国的那 牛得不得了的那个F35 说这F35里面 就用到中国的部件 现在说是因为F35用到中国部件 现在美国的F35都停止下线了 中国现在呢 还没有制裁他们那个稀土呢 中国要是制裁他们的稀土 他不是全王尔吗 真的不知道美国怎么想的 美国有时候那想法 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天真了 怎么想的呀 就好像对俄罗斯的那个 能源限价似的 你一个买方 你凭什么对他限价 我那天还打一比方 我去沃玛以后呢 我要去买一桶奶 或者不买买什么 我说你这个不行 你这个太贵了 我只给你多少钱 那沃玛不怕我打出去啊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韩国应该是认为 他手里面捏着美国的某一个部位 他们现在在和美国博弈 他们一定会从美国那 谋取他们的利益 谁都不像蔡英文那么傻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